Hello,大家好,我是老卡 我记得上次给大家讲 就是我哥那牧场呢 那牧场老板雇了一个西人的小伙 跟他女朋友 一天大概300块钱吧 按天算 就是帮他照顾整个这个牧场的安排 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小伙的故事 也是就是顺嘴一提 所以说我很佩服西人牧场长大的孩子 一个是他这个农业的知识 非常非常豐富 看到这个草 这个草是哪哪哪的 有什么作用什么的 这个草本来我们必须就没有 阿尔伯塔这都是很多什么的 而且是外来寝食的物种什么的 各种这些知识 还有动手能力 我说动手的就是操作各种机械 其实一般大点农场都有机械 就是小推堵机的叫SK的 包括我的挖掘机推堵机 各种农用机械什么的都很多 人家上手都可以 其实他肯定是没有任何证 但是就是从小跟农村看起来 他有这个动手能力 开的都挺好的 这个真的是很让人佩服 还有呢就是放木那些 其实平常你看他这个 这钱挣得非常容易 就是悠哉悠哉的 开个那个四人魔头 拉着他那个女朋友 到那个牧场去看一看 看看那些牛怎么样 但是那些牛有什么异常 他肯定都能看出来 确实我们那个小牛 有一个被熊吧 可能打了一爪子 就是熊可能要吃那小牛 半大小牛嘛 还没长成呢 就这一爪子给屁股那个皮 就是拦下来一大块 那就得把这个小牛呢 单独拉回来 捐起来 专门饲养 让它养杀 再一个呢就是牛啊 打疫苗什么的 可能是都是 而且那个挺专业 需要你怎么轰牛 把牛赶进去 然后给牛架起来 架起来再检疫啊 还是打疫苗什么的 其实牧场的工作 包罗万象 很有意思 这小伙呢教了我很多啊 就是包括拖拉机的 就是平整土地啊什么的 那小伙本来想 还教我一些东西 但那个老板吧 不太愿意 一个是他可能是 他觉得就是我这个挖掘机 给的工资 可能更高一点吧 干挖掘机 可能是最够本 那小伙肯定没有这个想法 小伙实际也不太愿意 搁这干 就是说我能会的 其实也无所谓 他倒是没有什么 教会徒弟类似师傅的事 咱也不可能学的会那么多 但是他是好心 把这些东西都教的 老板你别听他的 你给我干活去 给我挖钩去 所以说其实对西人 尤其是 从牧场长大的 因为我后期的就是工作的时候 我也接触一些 所谓的从农村过来的孩子 跟城里打工 他们一方面干活 一方面动手能力什么的 我真的都很钦佩 挺厉害的 因为我喜欢户外嘛 其实我也很想了解这些知识 但这些知识真的是 一个是很庞杂 而且也需要很好的记忆力 和从小长大 就像草什么的 我当然想知道这个草能吃不能吃 或者怎么样的 包括蘑菇什么的 这些知识 当然这很难记很难看 像到我这个岁数的 死记硬背什么的 真的很难 反正我是很难掌握 但是他们的这种能力 真的是很强 我非常钦佩 这个呢 就咱先说到这 再一个呢 就是也是跟这牧场有关的一个 比较悲催的故事吧 我只是跟大家稍微说一说吧 就是拿人家的悲催的故事来消遣 不是很好 我这里呢 只是跟大家一个 算是一个忠告吧 也是移民生活的一个悲剧 这里面呢 后期来了一个律师 也是南方人 上海的还是哪的 他号称就是 白给这个老板打工 因为律师嘛 也不会干什么 但是他的想法是 跟这老板合作 把这个就是度假村吧 干起来 我想是他这个构想是这样的 其实人我感觉也挺好的 因为人家是 就是有更大的理想 咱只是一个干活的嘛 所以说交流上不多 我只是听这个信息 没事呢 他跟老板交流的更多一点 他有他的想法 实际呢 想把这个项目做起来 参与到其中 完之后呢 也算是一个谋生的手段吧 当年他先回来 因为我要学围棋嘛 跟那个A教授学围棋 我还让他到咱家 我媳妇把围棋给他 他给我带回去 但是带回去没两天 还没正式交呢 没跟那个A教授 好好下围棋呢 我就不干了 这还真的有点小遗憾 那个我媳妇也见到过他 这个呢 只是搁这说一嘴 完之后他们的事 我就不太了解了 是干没干下去 因为我先走了嘛 但是后期呢 过了一年 我听说了一个事 就是他实际也跟我们 这个城市在一起 他媳妇呢 也是在一个商场打工 我朋友的朋友认识 其实挺好的一个人 但是这个律师呢 不知道是怎么郁闷的 或者这儿不开心 就是他俩两口子吵架了 吵架了他有枪 把他爱人 把他媳妇给强杀了 他也就进去了 还有个女儿 这个事呢 我只知道这个事 而且呢 确实觉得很让人痛心 很悲催的一个事 但这也就是另一方面 反映了加拿大移民生活 并不是说人人都适合 我觉得这肯定是 一系列负面的因素 堆积起来 造成了这个过激的事情 我是尽量真实的 介绍加拿大生活 但是呢 你不管是我在加拿大生活 或者在中国生活 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的气氛 这是呢 一方面需要用心 一方面跟性格也有关系 这是需要一个经营和维持的 还有一个呢 你适合不适合在这生活 可能做一个律师 其实他女儿非常优秀 可能也是学的律师什么的 但是他做一个中国律师 到加拿大肯定是没有用武之地 他不可能取得律师的资格 不管他英语怎么好 这个律师是跟医生牙医 都是非常高端的职业 属于是金领 收入应该相当高 但是他不可能在加拿大 做一个半路出家来的 你要搁这学的行 他不可能是这样移民的过来的 他肯定在拿这个工作 从事这个工作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呢 鉴于他的体格啊 身体啊 或者他的能力啊 他能干别的 或者他心里能承受 不能承受干别的 这就会一系列的负面压力累积 造成了这个悲剧的发生 这实际是我们大家都挺痛心 挺悲哀的一个事 这个呢 今天就讲到这事 这个讲了这个农场的事 最后以这个非常悲催的一个事 结束我这个农场系列小故事吧 也希望大家确实警醒 生活呢 你不管在哪 都需要你自己刻意的去精心的 去安排去规划 不能说这好那坏 或者哪好哪坏 其实哪都挺好 哪也都有毛病 希望大家呢 就是珍惜自己的当前的生活 就是打造自己当前的生活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